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个美国老太太眼寒热泪的说我们看到了希望 那我要问问你们美国这危机下一步会怎么样呢 刚才你讲到为什么很多人找我 是因为我正好整个危机从发生到演变到激化到干预 整个过程我都在美国而且就在华尔街 在那干嘛呢 我在这做访问研究 我以为这是闹的 所以整个过程我都比较了解而掌握了低所的资料 可以说跟第一线每一家机构里头 直接做这些结构产品的这些人 每天都在一起耳濡目染朝夕相处 所以我知道到底那发生了什么 主要是这个原因 那么对于你刚刚讲第二个问题 到底危机下一步会怎么样呢 很多人关心这些问题 那么最近美国采取了一些干预措施 那么全世界都在采取措施救援 包括中国 我们出台了4万个亿的救世计划 那么到底效果如何 其实到现在为止大家都在观察 应该说在短期内 美国的7500个亿 因为还加1000个亿的减税计划 7500个亿的救世计划起到了一个初步的稳定作用 就大的机构的风险基本上被控制住了 像AIG像其他一些 比如像大摩高森等等 转为银行控股公司了 所以基本上取得初步的稳定 而且在CDS我们叫Credit for Swap 叫做信用违约调期合约 这个交易原来统计的是62万个亿美元 非常惊人的 那么最新的统计是38万个亿美元 少了 少了什么意思呢 就说明双方交易对手方的这种担保 因为它的Swap实际上是一种担保业务 现在当然也有监管当局提出来说 未来也把它作为一种保险业务的进行监管 那么这个东西交易的萎缩或者下降了 说明实际上市场上的第一交易量萎缩 流动性下来了 第二个也反映大家未来对这种担保的需求也下来了 对吧 现在谁能担保谁啊 现在都是 有一个比较好的消息 就是最近美国房地产经济协会公布的最新数据 就是他们一手房 它的空置率下降 然后购买者上升了 而且房价也气稳了 但他们的二手房跟那个还是不好 但是一手房这儿已经气稳了 还有我上个礼拜在上海 跟一帮搞市场的人在一起 就他们直接操作 比如说汇率啊 外盘啊这些 其实还是比较看空 大家都觉得明年 都觉得倒值 还会再跌个三分之一 跌一半 然后这个A股也会跌 然后真真的看得很空 然后美元的暂时会上涨 然后到时候人民币会贬值 基本上都是同样看法 说得像很可怕 世界末日一样 你提出的话题是为了告诉我们这个危机 还会进一步深化 严重扩散 我觉得它是有个惯性的 即便像那个曹老师所说的那样 他就是暂时的稳定住了 但还有待观察嘛 对不对 还会不会深化 会不会到商业银行这儿 然后 然后而且即便现在好了 他还是有个惯性继续往下滑 私底经济还会往下滑 应该说呢 你刚刚讲商业银行这儿的风险 尤其大行 无非就是三大家嘛 这个我们叫花旗银行 大通银行 加上这个美洲银行 这三家银行是 他们叫做 在华尔街叫 too big to fall 就是太大了 以致不能让他们倒下 不管出什么问题 猛牛似的吗 太大了 以致不能倒下 所以的话就 不管它发生什么事 政府都是一定会救救的 所以市场都有这种预期 而且肯定会是这样的 所以大的商业银行 不太可能出问题 导致小银行出问题的 可能性很大 到目前为止 美国已经倒闭了 18家中小银行 而且呢 根据以往 我从FDIC FED 以及其他一些机构 得到的数据 他们预期有 可能有117家中小银行 有可能面临着这种风险 在未来 当然这些中小银行 可能在给人的心理的压力 会大于它的实际的影响 因为它一到处 遍地都是 但是它实际的资产规模 什么的 营业范围和收入 是有限的 但是它这个117家 其实市场里面 就可以消化掉 对不对 它通过并购和重组的方法 让别的银行 就给它吞出 所以我说 就刚才讲的 应该说 总体来讲 绝大部分 这个风险 已经大部分释放出来 当然有可能 在商业地产 因为这个交易对手方的风险 造成这种债融资上的风险 比如说我们讲 雷曼兄弟 就是因为这个问题 这个倒下去了 那么再有可能 比如说像信用卡的风险 因为大家都没钱 没工作了 那么违约率上升 那么刷了卡以后 不还钱 这种违约率 是成两位所增长的 那么也可能引发 这个一定的市场风险 当然以及 以信用卡为抵押的 这个所谓的 资产证券化产品 叫ABS 那么带动 其他的一些证券化产品 市场的风险的释放 也可能会爆发 所以说不是说 完全就没有新的风险点 要爆发 甚至是企业贷款去的问题 尤其是中小企业 但是总体来讲 我刚讲说 大的风险 基本上释放出来了 就是说应该 我不敢说已经到底了 但是说应该说 主要的风险 已经释放出来了 但是 这个他其实所说的是 两个概念 就是第一是 风险有没有释放出来 他认为现在大部分 释放出来了 这是就是金融危机 就是像核弹爆炸的 那一瞬间的风险 但是他的爆炸威力有多大 或者说 他的这个经济拆费 周期有多长 这个不知道 有可能会比较长 那么 那会怎么样呢 就是 最坏的可能 照你们来估计 他会怎么样 现在市场上 或者说主流的意见 有三种吧 一种呢 认为是位置型 那么我去今天六月份 我在华盛顿访问期间 这个也见了 美国的美联储 美国总统的经济国委员会 主要官员和这个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美国这个联邦冲款保险公司等等 这些机构 包括华尔街的各大金融机构 那么我们得到的信息呢 就当时是很乐观 说下半年有可能会好转 其实我当时就不以为然 现在果然三级都爆发风险 所以第二种意见呢 就是幼稚性 就经过一个较长时间的一个低谷盘子 低谷 然后再复苏 那么第三种 但是这个拐点在什么地方 往上抬呢 那么有几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 明年就2009年的年底 有可能会往上复苏 但是这种意见呢 大多数人认为呢 过于乐观 那么更多的人认为呢 这个拐点有可能出现在 2010年的这个年中 或者是年底 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算的话呢 到未来的这个6到8个季度 有可能经济还处于一个低迷的状态 所以你知道咱们这4万亿 为什么要选在 2010年年底这个节点了吗 为什么 因为是大家都觉得 2010年年底才能走出低谷 然后就惨了就有人消费了嘛 所以要选在那个时候 是不是这意思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有可能 就是我翻译一下 曹老师那个话 就是有可能咱们的A股市场 或者咱们的资本市场的价格 有可能要到那时候 才能跟着美国走出来 我不认为这两者之间 有着必然的联系 是吗 对没有我还解释的 那么还有第三种意见呢 认为呢 就有可能是进入那个R型 这个R型你知道 就是这个底部 有可能是无限的延长 那么到底是两年三年 能不能结束不知道 因为你想想有人说这是仅次于29年大萧条的危机 那么29年大萧条怎么演变呢 到了33年就开始引发了全球性的通胀 到了39年就引发了这个全球性的世界大战 当然我们不希望发生这样 也不用说这些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 我不是说你的意思 第三次世界大战要爆发了吗 如果解决不了就要爆发 我们只是说这一场危机呢 在我看来它是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制度 或者是产业结构调整的这个格局造成的 是现行的国际金融制度缺陷造成的 而绝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这种 这个经济的周期性的波动 就跟以往以上上来下来上来下来 它不是这种简单的周期性波动 而是说反映了我们内在的这种增长的模式 发生的问题 所以我们讲中国增长模式是靠 依靠出口导向型的增长 依靠外部需求拉动 那么反过来呢 那么美国是依靠什么 依靠外部的进口连接商品 引进国外的资本 弥补它的储蓄缺口 因为普通老百姓美国不成钱 今天花明天的钱 我们叫做卯穗演粮 然后呢这个政府的也是一样的 巨额赤字 现在赤字都超过十万亿美元了 对吧 所以无论是个人家庭 这个机构 还是说美国的这个政府 都是演资卯粮的 我是听有一个说法说是特别好玩 就是现在是杨白劳是特别厉害 然后招了一群皇室人到家里去开会 说你们谁在分摊一点债务 每个人分摊多少 强行分摊债务 既然是杨白劳为王时代 那你的意思就是 全球峰会是杨白劳 这个召集这个黄室人开会 对对对 就差不多这次攻击召集黄鼠狼 开了一个全体会议 你说这个我说那个手机短信息 黄鼠狼早就攻击开会 没奥巴马 但是我我说的那个现在就说奥巴马嘛 说是什么现在叫手机短信息啊 说是叫总统变黑了 然后A股变红了 港股变绿了 奥巴马 奥巴妈 以后美国人可以不叫奥上帝了 叫奥巴妈 听上去真是人民的父母官了 我就想起上一回有罗斯福新政啊 这回也是够考这奥巴妈的 是吗 咱们先进下广告 枪枪塞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们这个外行人呢 开头听着是聊很远的事 所以我们最关心的就是 如果是衰退啊 什么大萧条啊 美国还是中国不管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但是你看 我现在好像有点感觉到 有点那个那个波及了 比如说香港 酒楼老板跳楼了 大头吵下 然后好多那个老人家的退休金 化为零了 然后呢 就在看这个企业 中央当中 玩具制造业 那工厂一批一批的倒闭 等等 好像似乎觉得 而且明显发现周围朋友啊 现在不花钱了 他们说呀 过去那些豪华酒楼啊 现在生意锐减 就过去都 你能从这些消费行为上 感觉到大家 你说是我们的心里呢 还是真的这个危险到来了呢 都有都有 应该说两者都有 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 要谁想说 在这个地球上说 我跟这个危机没关系 或者影响对我不大 这是假的话 只是说影响的程度不同而已 你刚才讲的 连酒楼的老板都受到影响 那要是就说朋友的话 你就是会劝道 是不是现在什么也别花钱 也别买房子 别买股票 别消费 我们认为在经济 在经济萧条的情况下 现金为王 有一句睁眼 叫现金为王 我是觉得这样子 就是说 你如果是 你不太会投资的人 那曹老师的意见非常正确 就是哪有现金 什么也别干 但是如果说 我有一些朋友 其实现在在买美元 因为他们美元 暂时在上涨嘛 在危机期它在上涨 然后人民币 未来它看空嘛 它未来它会放空人民币 确实是这么一个策略 你如果说真的 你非常行 投资很牛 那么你就这么做 这还是能占点钱的 但是你说 现金为王 我又听一种说法 说聊那个通货膨胀呢 那现金都存着 这钱会不会越来越毛了 越来越不值钱了呢 但是总比你现在瞎投资 就赔的本钱都没有好 你想想看 就是这次股市投资里边 他们说 不是被套的最惨的 不是那些新的股民 新的股民 他已经是 就是难听一点的说法 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了 对不对 是那些 他们自以为有经验的那些人 4000点 跌到4000点 他进去抢反弹了 结果牢牢被锁住 然后3000点又去抢反弹了 结果他根本 所有人都撒掉 没想到股市会落到现在 那现在又所有的人都说 虽然政府要说要就是 但是从技术指标来看 明年还是会到1000多点 真的很糟糕 我倒没有那么悲观 应该说 我们认为 中国A股的问题 主要是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个方面 就是受到宏观经济的影响 你刚刚讲到了 估值重心下移 有这个因素 但是我们讲到 现在A股的平均市盈率 已经低于美股 低于美股的平均市盈率 但是对于一个新兴市场 高速成长的新兴市场来讲 那么它的平均市盈率 应该是高于发达经济国家了 发达经济体的 所以反映了我们现在市场的 这个估值已经是偏低的 不对 这是一个方面 市场的业绩 那么当然 当然你还要同时 是在下滑 但是在下滑的同时 仍然要看到说 中国的GDP增长 仍然是世界第一位的 对吧 有这个因素 我不否认 对没有关系 可以 但是不至于说 跌到这个程度 第二个因素 我要说的是 外部冲击 就是我们讲的 这个刚刚讲的 磁带危机的影响 全球的金融危机 世界经济的衰退等等 这些都会造成 人们心理预期的影响 对吧 这样外部的冲击 影响到A股的定制 第三个方面因素 就是我们股市内在的 制度缺陷 我经常讲这句话 一个人的肚子的 肠胃功能好 你吃好东西 不拉肚子 吃坏东西 一定拉肚子 对 甚好不怕三脚心安 如果你的肠胃功能不好 你吃好的也拉肚子 吃坏的也拉肚子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搞不清 你现在拉肚子是因为肠胃功能不好 还是吃了什么东西 坏的不好 所以才拉肚子 所以现在我们认为 中国的A股的问题 可能两者都有 就最后一种 肠胃功能也不好 吃的也是坏东西 就是我们 你那个上市公司的 估值在下来 经济在下滑 有这个因素 但是你的功能也很坏 为什么呢 我们讲一个市场 起涨起跌 暴涨暴跌的时候 说明这个市场的功能 出了问题 它分不清好坏 资本市场一个最大的功能 就是分清好坏 对吧 什么上市公司好 股价上去了 什么公司不好 股价应该掉下去 现在我们是 所有的不管好坏 统统掉下去 而且是暴跌 这是说明什么 你的功能有问题 你不分好坏了吗 资本市场 其实从来不分好坏 中国的资本市场 就暴涨暴跌 那就说明 从来我们就存在内部的缺陷 对 它有先天性心脏病 和先天性肾病 原来性肝也坏了 是吗 就是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我是提一个建议 刚才曹老师当然 还是比较 相对我来说 稍微乐观一点 稍微乐观一点 不是客观一点 我是觉得这个股市 大概还 从现在来看的话 因为我们不知道 底在哪里 所以我劝大家 现在还是不要 如果说你想想反弹的话 说不定年底会有一场反弹 我相信比如评准基金出来 他急了 真的评准基金大 几千亿出来了 有可能会有个反弹 但是我是劝 等到明年看清楚了再说 而且包括现在的楼市也是的 经济整个在疲软 找什么急呀 你说这楼市也是个问题 我最近听这个又任志强骂 老有人骂他 但他还是坚持 他说要注意 这个房地产的经济支柱这个作用 要提醒政府要注意 但是我看到另一种评论 反倒说呢 说政府现在已经意识到 把这个房地产当成这个经济支柱的潜在危险性 对 这两种矛盾的说法怎么 两方面都有 你们有就是注意到 我注意到最近就温家宝总理那个在七条措施里边 其中第三条好像就讲到房地产 他很奇怪的 他第一 前面讲的就是说房地产行业的支柱作用 他承认了 但是后面又讲到要大力推出保障性住房啊 这些住房建设 但是你如果说大力推出保障性住房的话 他其实就意识到以前的做法是错误的 就以前让我房地产价格这么高 就是一种明显错误的做法 所以他现在承认 然后我要救楼市 但是我不是像以前那种救法 大家再也别失望说房地产就不停的高了 他其实就是明说我就不救你房地产商 我要把这个行业稳定住 就是为了稳定实体经济 首先我要说的是房地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呢 这个做法的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在相当长时期的中国还要以这个作为一个支柱产业之一 但是不是独一的 但是同时我也指出的是一个经济强国 没有一个经济强国是靠修房子修出来了 还是靠制造业 靠现代服务业 所以你刚讲到说 对于这个现代的房地产业进行结构性的调整是必要的 所谓结构性调整就是我们讲增加保障性的住房的建设 供给对吧 减少就是说 使得避免一些个低收入阶层的人都进入到商品房市场 因为它是那部分市场是 是它不该进去了 就你刚讲的 任志强有些话 话操你不操 他讲 我的房子就是为穷人 为富人修的 不是为穷人修的 是这样的 因为有些商品 他修的中高档的商品房 当然不可能给这些低收入阶层住的 他买不起 那么低收入阶层怎么办呢 这是我讲的在市场失灵的地方 应该是由政府来提供这种保障性的住房供给 聚责有其物 聚责有其物 这是一个完全正确的一种这种调整 就我们讲产业结构的调整 也是必要的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 就是说我们一直在说房地产市场 跟刚才我们说的修路也一样 也是一个贪官屋地横行的这么一个地方 说实在的 所以这一块的话 要把这一块赶紧理清 要不然的话 你你房价还是涨啊 你地方财政就绑在房地产开发商上面 你怎么办啊 他的税费又那么高 这永远也心理不清楚 暗示出制度层面的这个问题 老百姓都说了 说提高GDP也很容易啊 你挖挖补补的就能提高GDP了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我通过这一轮跟你们的学习啊 我慢慢弄清楚 就中国这个经济啊 它是很畸形的 就原来啊 他比如说靠出口 但是现在发现靠出口也不行了 那么原来靠什么基建投资啊 什么这样造成这个GDP 但是老百姓好像并没有说 这个手里钱增加了多少 那么说现在这个 企业有大比中小企业有倒闭 好像说未来的方向呢 就你刚才提到一个 就是说什么服务型 向这个社会服务业这个转化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或者是这种转化容易吗 服务业其实包含的范围很广的 高端什么金融啊 什么法律啊 这些都是服务业 从低端来说 你洗头洗脚啊 这个全是服务业 所以它涵盖的范围是非常广的 经济越发达 服务业应该占的比例确实越高 因为大家都要在这方面就业吧 但是我们讲这个服务业呢 它很确实有很宽泛的概念 但是我们更加鼓励发展的是这种现代服务业 首先的服务业就是制造类的服务业 那么这个为比如说像这个IT行业里面 IT行业本身就是个服务业 那么IT行业有咨询业 就IT行业的咨询业 对吧等等 包括金融业等等 比如服装设计啊之类的 工业的产品的设计啊 它也是一种服务业 它是为制造业提供服务的 所以我们说中国的服务业 应该是建立在制造业的发展基础之上 因为我们还处于一个工业化和这个城市化的中期阶段 我们还没有完全完成我们的工业化的这种过程 所以的话所有的制造这个服务业的发展 应该说是立足于这个服务于这个制造业的发展 那我倒是担心啊 这个怎么办 就是那些农民工兄弟怎么办 他们都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 其实你说的很对 所以我有一个 这些人的话我就觉得应该就是制造服务业 其实比较终极的 比如说什么服装设计 他们也干不了对不对 所以他们只能去洗头啊洗脚 所以我觉得这里还要提出 要做出一个补充的说明的就是说 在现行的这些救助计划里面 还应该增加对职业技术教育的投入 就政府的投入里头 把你刚才说的农民工啊 农村的居民 尤其年轻人 在进城务工的 以及城镇的一些居民 没有考上这个大学的什么的 这些人 要加强对他们的职业技术教育 因为你知道以前的技校啦 工专中专啦 以及这个职业技术教育学院啦等等 我们可以给每个学校的增加 投一部分钱 然后呢定向的培养一部分 这个职业技术工人 我去有点担心这个效果 因为靠农民工是支撑不了 一个中国制造的 以前有职业技术学校 然后政府还投资 结果各个地方都多报农民工的数字 所以我们要把职业 没有文化的层面的问题 制度层面的问题 教育层面的问题 这个太复杂了 所以就把企业呢 就终极的用工单位啊 要跟技术教育学界不成功 你企业直接跟这个 教育学界不成功 感谢观看